哥哥打呼噜正常吗 这个要分品种嘛 那如果像是鹰豆 打豆 八哥 傻皮 或者是一些巨型犬 有像阿拉斯加 有像圣伯纳 那这个时候打呼噜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状态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是因为短吻的问题 有的时候是因为后头有轻微水肿这样的情况 所以造成打呼噜 但是如果你养的品种呢 不再上述之列 或者说呢 你养的品种呢 它之前一直都不打呼 这段时间会有打呼 那这个时候你得考虑到 是否有伤口吸道感染 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过敏这样的情况 那这类情况怎么去做一个鉴别诊断呢 其实特别简单 待到宠物医院之后 专业的医生会给他做最简单的血检 或者是一些过敏的测试 有的时候复杂的 可能会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去看摇气道发育怎么样 通过这个排出一些疾患 或者是通过这个发现了 原来他有先天的一些引擎 那么可以更好的指导 我们对他以后进行 比如讲繁育啊 或者是其他上面的选择 多一点帮助 多一点思考 小贴士 狗狗打呼噜这个要分品种 如果像是阴斗 法斗 巴哥 沙皮 或者是一些巨型犬 这个时候打呼噜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状态 如果你养的品种不在上述之列 这个时候你得考虑到上呼吸道感染 过敏 待到宠物医院之后 专业的医生会给他做最简单的血检 或者过敏的测试 感谢观看